7月15號跟16號的晚上7點半在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然後8月12號在台中的中興大學會生堂也是7點半 7月15 聽起來很像農曆 7月15 其實是國立 不是7月15 其實我們節目準備的很充分 然後很精彩 不管是服裝 舞蹈 合音 孔鏘老師非常的用心 他幫我寫了 很特殊的譜 寫得不眉不臨 寫得要翻臉 寫得要翻臉 還有我們的 怎麼可能 我們是一四人的好朋友 然後還有小聖的辛苦 還有小豬的辛苦 小豬的設計師 他的服裝現在都完全都不能漏 不能曝光 我有看到幾件的 真的 服裝很棒 然後 希望 希望在那一天 那兩天呢 還有8月12號的表演 8月12號的表演還有911 還有還有蔡宜德 還有就剛剛海軍 海軍 因為阿油阿他 我也 不捨他這麼辛苦的這樣來來回回 然後 所以 台中的那個 阿油阿的部分就由海軍來 代替這樣子 所以我們節目都會很精彩 然後 跟以往有很多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增加了很多老歌 增加很多日 國台日的老歌 因為這是我的粉絲啊 比如說林怡辰比較上的 四五十歲以上的朋友 他們很喜歡聽我唱老歌 所以我就把老歌就佔了三分之一了 這是我們節目的最大的一個改變 對 因為目前 就是說 像很會唱日文 歌曲的人 其實在 歌壇也 不是 很多了 所以小五歌呢可以說是 數一數二的 對 所以喜歡聽日本老歌啦 或台語老歌啦 甚至是國語老歌啦 說的是肺腹之眼睛 但是呢 我的節目呢 我的那個演唱會 如果沒有 龍千玉沒有阿裕的話 等於是不完整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兩個是 刺詐風雲的那個 對唱的金童玉女啊 我為了 為了 我在想說 小五歌今天會不會講說我們兩個是金童玉女 所以你沒發現我特別 特別打扮得比較像玉女一點嗎 真的是我們兩個是在 在台語歌壇上的那個 男女對唱是真的是 我想很謝謝大家啦 真的給我們很多的支持跟鼓勵啊 像我們的歌啊在卡拉OK啊在KTV啊 就都很受大家的支持 謝謝大家 其實我們合唱的歌 紅得很多 我們的時間也不夠可以唱到完 所以我們就選了兩首 然後 讓阿裕瓦自己本身唱了一首 他很 很 其實我這一次的歌都是小五歌指定的啦 真的嗎 對 我到前兩天才知道小五歌要我唱什麼歌 因為他 現在要講嗎 還是到時候 講可以嗎 還是保留一下好了 大家來聽就知道了 講到這次的服裝 聽說 你還次之幫董姐做一套很貴的服裝 有沒有很貴我不知道可是很漂亮就是 小五歌呢 對我就像自己的妹妹一樣 因為他的妹妹也是叫 其實我我妹妹叫蔡金玉 對 然後叫龍千玉 然後妹妹就在五六年前就不幸就 得了白血病就過往了 去當神仙了 所以我就把她當作自己妹妹一樣 所以我們的感情特別特別的好 對好到什麼程度呢 很簡單好像 大家都知道小五歌很喜歡打帕琴狗 那他知道我很喜歡吃一種日本的麻糬 如果他那個麻糬帶回來給我的 是大河的 表示他那一趟的帕琴狗就是贏很多金玉 亂講 如果是小河的呢 就是輸錢了 你亂講 我是 那個因為小江有小孩子 三個小孩子所以我才大河的給你啦 是嗎 對啊 不是這樣 是啊 而且 而且還有 金玉也是說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阿嘩 因為這次小五歌發進口輸 你聽他亂講沒有啦 那個不是重點 重點是 我一定要講 蕭哥真的對我很好 像家人一樣 每次 他有很多粉絲啊 很多親戚朋友啊 會記好多什麼 比如說水果啦 然後什麼 阿爸姐啊 對對他都會跟我講說 快點快點來拿一半回去 搬一半 因為 如果有我就有 因為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對 阿嘩我印象都非常好 他都知道我對他像妹妹一樣 所以 給我送東西的時候都一定會講說 給阿嘩我這樣子 還有一點就是我可以 我 真的是 我從日本帶日本米回來給阿嘩我吃 那個很重耶 超重的 對 好謝謝 對啊 我幾乎 前陣子 沉迷在那個爬進口那個時候啊 不管輸贏啊 我還是都會帶 日本米回來給阿嘩我吃 對上次看到那一包米真的超感動 我想 蕭哥 我們台灣是沒賣米 喔 不然你來帶米 不是 真的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啊 真的 我真的非常感動 那還有這一次的演唱會呢 蕭哥呢 他剛剛是謙虛啦 說他那套衣服他也不知道多少錢 但是真的很漂亮很漂亮 其實私底下我也跟設計師 有稍微有一個默契 盡量做 沒關係 做好漂亮 對 做好澎湃 嘿 因為哥哥要送我妹妹啊那齁 對 因為真的我們兩個感情就是這樣子 我絕對不會說 說有一點點的懷疑 像我們兩個的感情我一點都不會 任何都不會有一點懷疑 你放心我對你是真心的 見錯啦 然後來